我們總共會有這個五個按鈕 那五個按鈕其實背後就是五支程式 所以其實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那我大概先Demo 我剛剛有Demo一下 所以今天先從這個好了 入宅切到下載這一支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其實主要呢 就第一個把舊的資料砍掉 然後去從雲端上面下載那個最新資料 但是缺這三個欄位 所以再把這三個欄位insert之後 再把它變出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有的時候反正你寫程式 其實目前的程式還是循序的 所以你基本上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執行動作的順序為何 所以一一我們就是資料清掉 那你要寫程式出來 第二個的話把資料下載下來 所以這個step1 這個我畫這樣看得懂 2的話把資料下載下來 這個是一個雲好了 類似雲端 資料下載下來 那第三個step的話就是把資料欄位產生 OK 所以應該有這個step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一個一個step的程式 對應寫出來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達到這個按鈕的目的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寫程式並不困難 最重要是你要先知道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再去寫其實就OK了 並沒有那麼困難的 另外的話還有一點 那我要怎麼寫 比較不容易出錯 對不對 其實我很擔心各位寫程式一直都出錯 然後像有些老師會開始 好了我們逐個字逐個字寫 後來我發現這效果在提差無比 因為很多人都打錯字 要不然就是跟不上之類的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給你一個範本 你就把那個範本貼上去 改一下就好了 OK 應該知道意思吧 所以你只要學會Ctrl C Ctrl V 然後把參數加上去 就可以Walk了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做 那今天跟各位講一下 三個step 那我這個先把它拿掉好了 然後 所以怎麼寫這個 住宅切到下宅 一一樣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 不然的話你VBA找不到 OK Visual Basic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Visual Basic 這之前也講過了 打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程式已經寫好了 看看我這些 乾脆我先把它移掉 OK 那我把它移除掉 假設你們的環境裡面 應該跟我一樣 目前是沒有任何的模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產生按鈕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寫五個sub 那五個sub的話要寫在哪裡 第一個 你必須要寫在按右鍵插入個模組 反正就寫在這邊就OK了 所以你將來的話 如果要寫程式之前 反正一定要Visual Basic 然後一樣記得 程式寫在哪裡 這個後面都是sub 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把它放在模組裡面 就OK了 那模組很簡單按右鍵插入模組 這樣有個module 1 所以你就打個sub 住宅切到下宅 enter 它就會有你要的程式開頭跟結束了 不過那一段程式 其實我雲端上有放一段範本 其實你們直接拿來用 然後我跟你們講改哪裡就可以了 這一段程式碼在哪裡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十二頁的地方 就是這一段 叫sub 住宅 記得喔 在這個地方 總共有二十頁 你們找一下 就是這個卷軸吧 往下拉 看到是在第十二個page的地方 會有一個叫做 這一段喔 有沒有 sub 住宅切到下宅 and sub 反正以後一支程式 其實理論上我們指的就是一個sub 那一個sub對應到就是一個按鈕 就這樣子 應該可以比較簡單理解 那只是說這一道這個程式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範本 那你必須還要再加兩個東西 它才能work 第一個的話你要告訴它說 你的那個要下載資料的網址在哪裡 那你必須把它填在這個test分號後面這邊 要加一個下載的網址 第二個的話呢 要再加哪一個語系 有沒有 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 這第二個 怎麼加我加一次給各位看 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 所以一先把它插入一個模組 把這個sub把它複製C 貼到這個裡面OK了 好 那你會發現我們按鈕就有一個對應 所以這個sub有沒有 將來按下去就會執行這個按鈕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知道說 後面的這個地方 其實你必須要交代它的網站在哪裡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test分號後面這邊的位置 請你把那個檔案的位置把它貼到這邊 那那個位置在哪裡 你們找一下那個開放資料 那個開放資料的那個 打一下 開放資料 開放平台嘛 然後這邊我們是切到 我記得我這邊是找那個切到 切到的話應該最下面這一個 切到這個 那我們如果要知道那個 位置在哪裡的話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檢視資料 檢視資料這邊就會有一個 資料下載網址有沒有 就這一個 那理論上就把這個複製貼到 分號後面就可以 但是跟各位講 因為台北市政府的這個資料好像有保護 所以如果你貼這個會失敗 後來我發現另外還有一個連結 哪個連結 這邊有個CSV對不對 所以請你找到那個 這個檢視資料了 點進來 理論上這個 但因為有保護 所以我換下面這個CSV 請你在CSV上方按右鍵 它這邊就會出現複製連結網址 OK 所以這個是因為台北市政府 這個連結應該是有保護的狀態 所以下載這個會失敗 那我改下載這個 這個 這個上面按右鍵 找到複製連結網址 然後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記得貼到我們程式的 TEST分號後面這裡 Ctrl V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我的網址在這邊 所以以後 假設你要換成別的開放資料的話 一樣的動作 OK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前面有提過 它這個開放資料裡面都有編碼方式 如果它的編碼方式是BIG5的話 那記得還要再加第二個參數 就是在這個叫 TEST FILE的什麼 PATFORM 就是編碼方式的意思 這個參數後面就帶它的參數 那如果是BIG5的話就950 OK 那其實理論上我現在這樣已經寫好了 但是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它理論上應該會把舊的資料給清掉 然後把新的資料抓下來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看到 欸老師 為什麼它會是RUN碼呢 跟各位講 主要原因它應該是UTL8 其實我前面講過開放資料 要不就是BIG5 要不就是UTL8 所以你們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是RUN碼的話 你換另外一個 叫UTL8 它編碼的號碼是65001 OK 如果你把它改成65001 那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裡面的資料編碼方式 是UTL8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出現正確的 所以啦 將來很簡單 其實你們踹踹看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是9500 欸亂碼 那你換成65001 理論上95%應該都會是正常的 OK 除非說你可能資料還有繁體的 或者其他語系的 那就另當別論 理論上 要不就是9500 要不就是65001 OK 好 所以喔 這個範本 基本上就完成了 主要修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 TEST後面分號 S到 應該是理論上後面會有留一個這個 留一個雙引號 就這一段 原來應該是長這樣 那你把它貼上去 就OK了 這個連結貼上去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後面的這個 TEST FILE 這個 TEST FILE 這邊改成65001 這樣就OK了 好 那第一個階段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階段的話 就是要增加什麼 增加三個欄位 還記得吧 所以我們上個星期不是下載資料 但是之前我們是下載完打開 可是現在已經進展到 用爬蟲的方式來完成的 OK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換成別的試試看 可以啊 你把這個後面這個網址有沒有 你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比如說汽車竊道啦 或者是機車啦 自行車 它下來就是你要的那個資料 改哪裡 其實就改這個嘛 改這個網址就OK了 把它換成什麼 別的那個竊道的 所以如果你要換那個 竊道 剛剛這邊不是有別的嗎 汽車嘛 你其實汽車竊道你很簡單嘛 一樣的方式 資料檢視嘛 然後把這個按右鍵 複製網址連結 我看一下 其實這樣應該OK啦 應該汽車跟那個住宅 好像就差在這個資料 這是汽車類的 我看執行看看 結果什麼都沒改 看到下來 有沒有 汽車竊道 所以有喔 你甚至可以做很多資料 你可以資料還可以 我按兩個按鈕下載哪一個 有沒有 一個是住宅、汽車、機車、自行車 有沒有 只是把後面的參數改一下 它就會有不同的效果出現 OK 所以這個也許可以再試試看 當然我們現在先針對 所以住宅的部分好了 OK 所以把它改回住宅 好 這樣子 所以你甚至可以自己在 住宅、竊道 你把它複製貼過來 把它改成汽車、竊道、下載 不是又有一個 然後機車、竊道、下載 又有一個了 OK 好 第一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再加上三個欄位 有沒有 年、區、路、街道 那要怎麼做呢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如何再插入三個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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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